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用一条扎带和一条阔带 从竹划下面的人体天然空隙穿过 将阔带小心向上拖至骨折位置下面 扎带保留在竹划位置 接着将两条阔带搭在一起 由伤者膝部下面的人体天然空隙 同时穿入两条阔带 穿好带之后 将其中一条阔带移到小腿骨折位置的上面 另一条阔带在室部下面 放置好四条横带之后 在双室、触画之间加上适量的软展 然后逐一固定双致 首先固定竹划部分的扎带 程序是将两只脚的位置和长度修正 用八字法原理包扎好双触画 然后固定室关节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将相处对上的阔带扎好 而平结应该打在没有受伤那边的肢体上 并且要在平结和肢体之间加上软展 最后将相处对落的阔带扎紧 要留意松紧 和所有大尾都要卷埋修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